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客家蒜盘子 客家人通常喜欢在过年期间准备这道菜肴 吃蒜盘子寓意有钱蒜 我们现在进入课题吧 主要材料有 芋头420克 鱿鱼丝15克 肉碎100克 黑木耳10克 香菇30克 蒜拌4个 以及小葱头大概是7-8个 粉方面这里是木薯粉100克 正面粉5克 首先我们先把芋头切片 然后放好 我觉得就是放好了来拿去煮 芋头蒸20分钟 油鱼丝我们需要浸泡冷水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这个香菇我已经预先浸泡 大概是一个钟头 我们把它切细 切成4条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木耳一样也是把它切丝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葱头切片 然后蒜头切碎 我们在一个锅中放入大概三汤匙的食用油 然后把葱头泡下来 我们把蒸好的芋头放在一个比较深的容器里面 然后用叉子把它全部压成泥 芋头倒成泥以后我们慢慢加入木薯粉 然后慢慢搅拌 还有蛋面粉也是一样 倒入 然后搅拌 双手洗干净了 我们现在可以来搓揉这个 芋头以及木薯粉 还有蛋面粉 我们需要加入有一点干 所以我会加入一些烧水 烧水慢慢加入 我们先加入两汤匙 然后再继续搓揉 然后加入半茶匙的盐 最后我们加入一汤匙的葱头油 最后我们加入一汤匙的葱头油 增加它的香味 把它全部搓成一个面团 OK我们把这个面团传说到一个砂板上面 然后分成四份 然后搓成长条 切成本量的小剂 然后我们把它搓圆 然后稍微按压一下 在中间这个部分 稍微按压一下 给它形成一个蒜盘纸的形状 全部已经把它搓成一个蒜盘纸的形状 这样我们来看怎样处理这个蒜盘纸 所以开了我们把这个芋圆放进去 慢慢的放进去 煮到它就是芋圆会浮上来 现在就是代表它已经熟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备用 全部捞上来了以后 我们再 上面 撒上 不是 加上一汤匙的食用油 然后 跟它搅拌一下 比方它的那个蒜盘纸全部变在一起 锅中倒入一汤匙的食用油 然后爆香蒜 蒜蓉爆香了以后 我们加入香菇丝 黑木耳丝 黄鹿 煮的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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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入 肉脆 煮菜 煮菜 炒到肉脆散开来之后 把它加入 鸡汁 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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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入少许开水 盐半茶匙 蚝油一汤匙 胡椒粉少许 小翻均匀以后 我们加入刚才准备好的芋圆 以及一茶匙的糖 我们翻炒均匀 起锅之前我们试一下它的味道 有点淡我们可以加多半汤匙的酱精 喜欢吃辣的话可以稍微加多一些比较粉 出锅之前我们加上半茶匙的麻油 撒上葱花 撒上葱花 滚了 滚了 可以 不开始 一道香喷喷的客家蒜盘子完成 我们在吃之前可以撒上一些刚才炸好的葱头油 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撒上一些青葱 做一点脆 这道蒜盘子看起来很难做 可是有了我们的讲解 其实没想象中的那么难吧 今年的农历新年里就试试看这道菜肴 希望大家吃了蒜盘子 在新的一年里有数不尽的钱 我们在这里祝贺大家 新年快乐 花啦 And we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this recipe If you enjoyed this abeca seed recipe Do support us by hitting the like button Do give us more suggestions on more CNY recipes that you would like to learn And I'll catch you in my next video 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